另一个更令人心痛的情况是台中县知名的高美湿地金船被重油所污染 这是民众在昨天深夜发现的 锦林高美湿地的大排水沟有大量的废油被疑似偷到 而且这废油已经蔓延到了锦林的高美生态区 台中县环保局紧急请求海巡署支援 在河面上铺设了蓝油锁 不过漏夜抢救之下 大量的油污还是造成了红树林水鼻仔严重的被破坏 不停地载来蓝油锁 海巡官兵和无期当地的民房异销全部出动 从桥面铺设蓝油装置 蓝油锁才放下去就吸满了油污 探照灯一照 对岸高美湿地水鼻仔圣袋区全部遭到油污入侵 范围将近一千平方公尺 我们的判断是应该是我们的兄弟 那个核钉油 核钉油 彻夜清除油污的海巡官兵和民房队员 全身都沾满了油 更不用说这一大片湿地的动植物 虹树林跟水鼻仔 这很不简单 我才富裕都在大量 这应该都没效果都污染掉了 怀疑污染源头可能是清水大排水沟上游的这座桥 研判可能是有人开油潮车 趁着黑夜清到废油 桥面的时候上面又没有油污染 研判是用 可能是不法业者用潮车请到 位在台中县清水镇的高美湿地面积三百公顷潮汐交汇 让这块湿地由草折泥滩和沙地多样化的栖息环境 孕育了不少特殊的昭潮蟹类 还有珍贵的红树林水鼻仔 也是大批候鸟聚集地 是珍贵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不过一夜之间这片湿地却遭到了油污浩劫性的严重破坏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